你在听的是Only One Video 以下节目内容只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锐哥,这首是什么歌? 《将军灵》 我们讲的是《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是讲讲 《战国时代》 《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糾纷》 很吸引,星期六可以听 逢星期三有我锐哥的《战国策》 欢迎大家到星期三的时间 又是有锐哥的《战国策》 我这些是旁边旁定的 我是上官 差点又调转 不要紧了,我们都没有计较 这些事情很难说 好了,今天又是讲讲《战争小池》 是 今天是什么呢? 上次我们讲完了 郭子叶 郭子叶 今次我们就讲《羊叶》 羊叶 即是羊继叶 不懂 听都没听过 搞错 杨家将 是的 杨令公 是的 真是很厉害 杨家将我就懂了 是 真的 他带领大军攻打北面的北汉 因为当时有很多个国家 宋军就将北汉的京城太原 就重重围困 北汉就唯有向辽国求救 辽国就派了兵来救北汉 但是也被宋军打到打败了 北汉就没办法 唯有投降 北汉投降之后 当时北汉有一个名将 叫做刘业 本来就不肯投降 然后北汉的皇帝就派侍者去 就告诉他我们北汉已经投降了 你都投降了 所以刘业也投降了宋朝 投降宋朝之后 他就改了他的本性就叫做杨业 也有二十年叫他做杨继业 就是传说中的杨宁公 即是杨家将 他自小就喜欢骑马射箭 当然没功夫很好 宋太宗就对杨业就相当看重 就给了他做郑州的刺史 主要后来又派了他去代州 主要就是镇守北方的边境 在公元980年 辽国出动了十万大军 就侵犯代州北面的盐门关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硬门关 硬门关我看天龙八部有说过 对了 就相传那里是两座山中间 他那个山的粒位有一个关口 所以令到那些敌军就不能通过 一定都要经过那个关才行 对了 还有那些硬去南飞向北飞 都会经过那里 所以就叫它做硬门关 因为一到迁徙时间 那些硬就会在关口上面飞过 所以他们的士兵通常就会 在那个时间射硬下来 当然加颂 当然是 知道辽军入侵 杨继业当时的手下 只有几千骑兵 跟十万大军的军力相差很远 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杨继业就决定 就打算出奇迹制胜 带了几百骑兵 在小路绕到硬门关的北边 在敌人的背后进行攻击 那便要绕很远 那你当然要绕 我想象到两个很大的山 中间一个山谷位有个硬门关 如果你要绕到后面 那便要绕到两个山 他一早就出来了 他知道有人的敌军过来 他一早就出来了 走了到旁边 等你们去攻击门关 他那一批骑兵 就绕到敌人的背后 如果要绕过山 即是敌人都不能绕过山 进来 你要绕关 那便要几年前出发 是的 那便是 在人家那边又休养身色 你知道有消息 很多细作的时候 即是间谍 就会将这些消息传到过来 所以他就知道 辽军就为到了 于是便带了几百骑兵出去 一早出去了 在旁边兜了去辽军的后方 那辽军就大摇大摆地向南进军 怎不知呢 忽然间一声纳喊 就宋军在背后杀出来 辽军当然大惊 他又不知道宋军有多少人 就吓到周围走 你老实说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那在这一帐里面 辽国一个驸马就被杀 有一个大将就被捉 杨继业就以小胜多 打了一场大胜仗 那宋太宗就很开心 那便将杨继业升官 那当时那些辽国人都叫他做杨无敌 那还有他的威望也都越来越高 那就杨继业立了大功之后 有一些大臣就对他非常之妒忌 他们怕杨继业的声望和地位 会超过自己 就想尽办法就将杨继业陷害 当时镇守边境的主将就是潘美 就是我们所称的潘仁美 他很多时候都想尽去给宋太宗 就说杨继业的坏话 但是宋太宗又不听这些说话 还将这些宗就封传起来 送给杨继业 表示对杨继业的信任 于是这些大臣对杨继业的诬蔑 也都暂时停了 又过了几年了 当时廖景宗耶律賢病死了 他的儿子就是廖姓钟 耶律农柱继位 好像讲故事 根本就是讲故事 当时廖姓钟只有十二岁 因为他的母亲 萧太后 通常很多人都讲萧太后 廖国的萧太后 很少讲到廖姓钟的执政 宋太宗看到廖国局势发生变化 认为机会来了 就想出兵 就修复廖国侵占了的燕云十六州 又在公元986年 宋太宗派了三支大军 去攻击廖国 东路就由大将曹斌带领做主力 向幽州 中路就由田仲俊带领 向河北西北面的地方进发 西面就由潘仁美带领 攻取山西北边的各个地方 楊叶就在西路军里面做了潘仁美的辅长 潘仁美带领的西路军出了雁门关 就向北前进了 楊叶和他的部下 就因为打仗打得很出色 也都很快打 占领了现在的山西索州东面 和山西的索州 其他几个地方 修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部分质地 正是当他们在西面折折胜利的时候 谁知道就传来一个消息 就说东路的大军就打了一个大败仗 宋太宗就因为主力部队就输了 就不想再打 就下令退军 于是潘仁美和杨继叶就退回去代州 当时宋朝的大军一退 映州的宋军也放弃了城池就走了 那辽军就成圣就一路进攻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 这个时候宋朝政府就下令 说这几个州的老百姓都要搬回去内地 就叫潘仁美和杨继叶的部队 就担任护送这些百姓回去关内 所以杨继叶想了一段时间就提出一个建议 他就说 现在敌人很强大 我们应该避开他的锋芒 我们不要跟他们硬打 我们首先应该假作攻打应州 引有敌人的大军前来作战 然后利用这个机会 就命令应州、索州两边的首将 带领那些百姓就尽快向南迁移 这样我们派军队在中途接应 这两个州的百姓就可以安全转移 但是潘仁美呢 就因为他是监军 作为一个监军也都不同意 他们两个就说 我们有几万精兵 为什么要这么小胆呢 我们只是走雁门关 北面的大路 向索州前进就行了 杨继业就说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会输的 但是他们两个又不肯考虑杨继业的意见 反而嘲讽杨继业说 你一直都被人叫做杨无敌 一见到敌军来了 竟然不敢前进 你是不是想想通奸卖国呢 哇 说这些 对于这样的诬裂 杨继业就当然很生气 他就立刻说 好 我不怕死 只不过因为时机未到 这个时机对我们不利 我不想叫我的士兵白白送死 你们既然说得出这种说话 我就带兵出去 杨继业和他们谈完一段 但是当时搬人尾在这旁边 他也都知道杨继业这次出兵 就是凶多吉少的了 他也都一声不出 当时杨继业就跟他们说 我这次出兵回来 一定会打败 就在你 我就要 我的军队一定会经过某一个山谷 我就希望 你们就派了那些士兵在那里 安排了那些射手、弓箭手 等我打败仗回来 那时你们可以接应我 就是我是做一个有利 去引辽国的兵 入到我们报下的陷阱 那就出去了 当时辽军见到杨继业来到 就出动大军 将宋军 重重围住 杨继业和他的儿子 和他的部下 虽然英勇善战 但是毕竟都是挂不敌众 他们由中五一打到黄昏 只剩下百多人 很辛苦才可以突出重围 且战者走 到了这个陈家谷 就是杨继业 杨继业就叫他们 杨继业 杨继业 杨继业没有办法 只好带领他的部下和辽兵死战 杨继业 杨继业 杨围 杨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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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生禽了之后,就绝食而死 在这几次战争里,他的大子有一次 因为辽国国王说要与宋太宗会灭,要立盟 杨继业的大子,又因为有几分尺宋太宗,所以他扮宋太宗去 然后杨继业的二子,就所谓护驾 去到,谁知辽国失信,总之他那两个人就死了,战死 第三子,又在那一战,就因为跌落马,被战马踩成玉泥 第四子被呼,被呼之后,他隐姓埋名,被捉了去到辽国 后来,就招为辅马,最后是自杀的 还是自杀,还是病死,我不记得了 五仔,因为见到这个情况,于是削发出家为僧 六仔,就销行走回来,以后就镇守北方 七仔,就去到向潘仁美求救 潘仁美就说他刨敲军营,就把他绑在那里 乱战射死,即是阳家的几个儿子就是这样 那不是阳门女将吗? 阳门女将,即是他们的儿子的老婆 还有八妹、九妹 还有一个小火丫头羊排风 还有两个将领,招赞万娘 还有他的孙子,那些东西都有 但是阳家那几个儿子 全部都没什么好的下场 只有一个... 镇守边疆的鹿仔 鹿郎,羊鹿郎 因为当时在金沙滩大郎 杨延平战死 但是他也一战射死了天庆良和,即是辽境中 二郎呢 又是死了 因为他出幽州城门 商龙会那时就被乱战射死 三郎又在金沙滩被马亚死 四郎阳延昏 于是他被敷后就把他的姓拆了 就叫做木耳 后来自杀的 五郎就出家 后来就在五台山为增 到了一个... 当时木桂英大破天门阵 那时他才出山 木耳不是... 其实金庸是不是有些抄这儿呢? 全世界都是抄这些 当时杨康说是木耳 他都要计这些东西去作故事 你一筆东西根据都没有 你又凭空去作,别人不信你 当时他做了一个伯子 后来就... 原本就是北汉其他公子 就被杨继业收了做儿子 在欧洲那里就被敷 杨宗保就是杨绿郎的儿子 即是孙的路 是的 后来他也都在出战期间就被射杀 好了,木桂英 你都知道的 这些根据英雄 蛇太君的孙式 杨文广就是第五代的元孙 亦都是在一路出战 后来就... 徐杨帝? 不是,杨文广 又不是的 什么徐杨帝? 第一是杨文广 杨宗保之后的儿子 杨文广 都第五代的了 杨领公 亦都是做了杨媛的将领 亦都是出战战死 整个... 家族就死了 要死就死了 哈哈哈 他们是否真的用杨家枪 他们有枪法 他们是用枪 当时最轻用的就是用枪 枪前面 就没有枪 那些激 那些太厚的装备 只有一枪头 也有不同的矛 枪前面 就有多一点 一些鞋 用些... 用来... 打血 打血 枪一定有血 Cord 每件东西都有血 Cord 你可以用來招隔人家那把刀斬下來 你用一支槍就很難擋 那你不就用槍桿去擋 如果刺激的話 就像方天華刺激裏布拿那支 你都見到好像井字一樣可以擋住 或者一擋別人的槍 你將你的手一靈 就可以鎖住他的槍 讓他抽援走 就是前面一個三叉 你一擋住 你將你的手一靈 就變成鎖住他的槍 讓他拔不回 到你要攻擊他的時候 你就鬆開他 刺激下去對方 所以擊就比較重 但是作用就比較大 就是這樣 明白 好了 我們戰爭小字典 今天講到這裡 一集講完楊玲宮 有人說 說話四位有 這不是一個巴士和鐵路節目嗎 聽鐘門 不要搞錯 我們會帶大家看看 在香港的南邊 有哪裏有這麼漂亮的海鮮 去到北邊 原來有這麼多牛雜 原來是這麼新鮮的 去到京都 會帶大家去看看 有哪裏有漂亮的豆腐 而且是很便宜 三百多日圓交易 吃個硬 在東京站附近 究竟哪裏有最便宜的便當 讓你坐著新幹線慢慢享受呢 總之 無論東南西北 香港還是日本 東京還是大阪 我們都會帶你去 說話四位有 星期六晚 Only One Radio 我是領兆 無明事的歌 唯一訪談及音樂節目 主要執 現在在做甚麼 我請你回來錄禁告 請你回來背書 你走開我自己錄吧 無明事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二上線 咦 這不就是隔個星期一次 哦 Welcome to Listen 在瑞士的山區有一群羊 整日都不鬼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叫羊咩 在香港有兩個人 整日都在吹水 不知自己說甚麼 所以叫做吹咩 根據生物學家分析 逢星期二聽一聽令人精神爽利 癢氣活血 舒筋活樂 紫苟紫苟 生活愉快 一日開開心心 正喔 等我先聽聽 封星期二 一定要聽 Only One Radio的 吹咩 好了 第二節 又到第二節 我們回到賤國賊 上次我講到為央 然後 就去了秦國 進見了秦孝公幾次 得到秦孝公的欣賞 然後就封了他做左庶長 就叫他立法 然後呢 在衛央 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 撒木以立信 即是樹一枝大木讓人搬 搬完之後 就答應付多少錢 但是呢 又真的做了 那國人就很信服他 於是乎 沒有多久 衛央就推一條新法出來 那條新法說甚麼呢 第一 就是定都 因為呢 當時呢 衛央認為呢 秦國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就是 咸陽 所以要搬去那裡 第二 就是建縣 全部的村鎮合併為縣 每一個縣呢 就設一個手掌 行新法 如果誰做得不好 就算 看看他怎樣判罰 第三呢 就是辟土 所有郊外裡面的地方 除了馬車必經之路 就叫那些居民呢 全部開辟為鐵 熟了之後呢 就算那個某數 來到拿這個交稅 對 另外一樣呢 就是定庫 那些定庫 即是算稅 那些稅收呢 全部呢 就叫 照你那裡有幾多地來計 就不用井田祭呀其他東西 井田祭是甚麼 井田祭呢就是 就是好像一個字 一個口字 一個口字 裡面我們畫個井字 井田祭呢就是 外面是不是有八格 中間一格 那八格就給八家人 中間一格就是公家 嗯 那你們八家人 就一起去負責 然後又負責中間那一幅 中間那一幅修成 就是歸功 就是拿來做稅的 這個叫做井田祭 那個個就冷冷閒 那種公家那些就冷冷閒 你去做吧 反正救援出來又不是自己 是的 所以他就廢除了這件事 所有的田都是公家的 即是你沒有私有地的 嗯 你們 甚麼都沒有 全部就是按你有多少某地 你就應該立多少稅 這樣看上去又好像公平一點 但又不同的 我又覺得 你每一塊地出來的 那個產物又不一樣 是的 他會計算 他會計算 這一區一年有兩做 這一區一年有三做 他計算法不同 你不能夠叫一些坪石的地方 跟一些很豐樹的地方去比 沒錯 另外一樣 就是本庫 本庫 本庫是說甚麼呢 就是南庚累積 如果你交出來的糧食多 或者布白多 就叫做糧物 那你就不用為國家去服役 就是好像竹場 手邊那些 你就不用做了 如果你又冷待又窮 即是你交不到糧食 你應該交十頓的 你交了兩頓 那又怎樣呢 那就是修為官奴 而工商業呢 就加重稅 因為工商業呢 就是沒有甚麼作為 你們只是 實在工業都有用的 他沒有工業 你又怎樣做到 那些草頭那些東西出來呢 但是商業 只是在這個地方 買了些東西 在別處賣 即是他們覺得 對國家沒有甚麼利益 哇 那些外匯真的很賺 是啊 還有呢 如果家裡有兩個男丁 你們就要分開 他們各個就出丁糧 丁糧就是每一個人都要交人頭稅 嗯 如果你們不分開 我就不理了 你們就交兩份 嗯 那又跟出不出一樣 你們分不分開 有甚麼重要呢 還有一樣呢 就是勸戰 所有的官爵 是用軍功來計算 殺一滴手 斬一滴手 好 想穿一級 所以就叫做首級 退一步者 即斬 工多受上穿 他可以坐馬車 可以穿華美的衣服 你沒有賤工 雖然很有錢 只是可以穿粗布衣 坐牛車 至於黃室的中室呢 也都是以軍功的多寡來計算 如果你出戰無功 我就會把你的削席 即是說 可能貶到下去做樹木 如果我們國家裏面 那些人民 自己之間施鬥 即是鄉同鄉之間 鞋鬥呢 不利曲直 並皆處斬 真心 這樣就 被人打呢? 不還手 被人打 你又打回他 你又拉上一堆鞋子 叫鎖鱗 然後你去打人 打一下打一下 很多時候 兩條磚之間 就為了欠一個井 或者一條壩的利益 就有幾千人來鬥 總之我就不理誰對誰不對 全部散 就是這樣 即是施鬥不是兩個人打架 他是要禁止這件事 你要打 你就出去打其他國家 你就不要兩條村自己打 在那裡打死幾百人 何苦由來 沒錯 是嗎? 另外就是禁監 即是五家做一保 十家相連 大家互相監察 如果其中一家有做錯的 你們九家就有責任去舉報 如果你不舉報的話 十家就一齊連坐 即是一齊判罪 全部腰斬 都很重 他的刑罰其實全部都很重 能守奸者與黑敵重鎖同賞 即是第一個告法 我當你殺了一個敵方的士兵 就進攻一級 告一個揭發一宗 就升一級 如果你私藏罪人 就會和那個罪人一同判罪 那個是犯殺人罪 你又判死刑 呃 旅店呢 修人來處 全部要跟身份證 即是跟民憑驗證 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就不准留宿 如果有一個人犯罪 我們就將他的家產收抹 歸功 還有呢 縱令 就是說我這條命令出了 我不管你的人 身份貴還是賤 你都要執行 如果有不執行的 殺 什麼都會殺的 其實基本上 是啊 總之你乖乖地和我奸田就不殺你了 總之好像儒家所說 民可使用之 不可使之之 你知道怎樣做 我不用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你這樣做 總之你聽聽話說 奸田比賽 沒錯 你們安安分分做過良民 跟我那群的命令去做 忘了你自己扔去別個國家 可不可以逃老的呢 可以的 你出到城門便可以了 出不到的嗎 那你出的時候要嚴正的 當然 你有一些城外有些民 你就去走 走到其他地方會不會好 你可以走的 去到其他地方會不會好些 未必好 去那時的邊境沒有 現在的邊境沒有什麼 邊境不會那麼嚴 沒有關卡在那裡 不用拿護照的 就這樣走就行 你走到其他地方會走到進國 去到進國 進國又讓你進去 進去你又要讓你 找到地去安置 你又要開到地去耕 那你怎樣 除非你很有錢 拿大塊錢過去 去到那裡買這個買那個 但如果你很有錢 你這樣要走 你是不是容易 很難 對,很難 當時這條新例出了之後 百姓就議論紛紛 有些就說好 有些就說不好 好 那為央呢 就把這些說好說不好的人 全部捉了 就說 你聽到我的命令 你就應該要去實行 說好的人 就是一些利民 即是說你是開餘奉食 你說不好的人 就是一些耿民 即是反對派 嗯 那些反對派要拿去斬 那又不斬 全部呢 這些人都不是一些好的人民 記下了他們 就把他們搬去邊境做手足 那你就去服役 而當時秦國的大夫金龍 杜執他們 因為自己私下議論這條新法 就被貶為樹人 於是秦國那些人 當時在街上走 即是用眼睛大家看看 對方都不敢說話 因為可能說一句 因為有連坐法 要告奸 那些人就說這個又說過什麼 又說什麼 一被人誣告之後 那個又有想 這樣就死得很不大 那些人 隸間 就是秦為樹人 揮壽人 那兩個大夫 那些偉央 又派了很多犯罪的人 或者是士兵 就在咸陽那裡 見到城 那裡 準備搬遷 秦太子就不想搬 就在那裡說變法有這件事不好,那件事不好 為央就很生氣 他就說我的法令頒布了出來,為什麼不行? 現在你就是在上位的自己犯法 太子你是將來的國軍,我不可以斬你 但是如果我卸臉你,那我又不守法 那我怎樣呢? 就跟秦孝公說 然後就把這個罪加到他的師父 將太父公子賤行臂刑 臂刑就是什麼意思? 斬了個鼻 臂刑 即是削了個鼻 太師公孫賈就禽面 即是在臉上致刑 黑字 其他的百姓知道 就說太子犯法 他的師父都要受刑 何況其他人呢? 於是遺央之道,人心已定 那就擇日千刀 搬了幾千家人,就去了咸陽 又分了巡國做三十一郡 開增了很多田野 增加稅收就百幾萬 而且衛央曾經一次去到惠水那裡 審查那些犯人 一次過殺了七百幾人 整條河水都紅了 而百姓呢 個個都很害怕 於是循國呢 就路不實惟 亦都毫無盜查 而且呢 蒼蔭豐竹 就是糧食都給大家救了 而且很樂意參加 國與國之間的戰鬥 就不敢鄉同鄉之間私鬥 於是乎呢 周顯王就派當時國家最石強盛 又曾經興師 循國又曾經興師 供佛楚國 拿了他商於之地 周顯王就派侍者 就命循孝公做方伯 那這個一件事 方伯是什麼意思 即是做北方的諸侯 哦 即是做諸侯之長 即是你作主 那邊就 那邊是你的國最強 我不封你 你也作主 即是銅鑼灣拿人 是的 尖沙咀的小事 嗯 好了 我們停一停 喝一口水 稍後再說 糟糕 一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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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我們怎樣掃掃木子 就要留意我們逢星期二的節目 Namaste Tuesday 啦 大家好,我是袁浩正 Y A FOSTA TORCIDA E A FOSTA NAÇÃO EU QUERO GO VAMOS GRITAR EGO!EGO!EGO! 好,第三節,剛剛說完巡國 是啊 然後呢? 當時,巡國三家分盡 當時魏國比較強 有吞併寒趙之義 後來魏王聽到商鞅在巡國立了這個大功 就很後悔 為何當時我不聽公孫子的說話呢? 要不就用它,要不就殺了它 而被它走了,為巡國所用 而當時有幾個眾臣都死了 於是,魏國就出了很多錢 想著我找一些其他有名的人來 講一下這些政治 我們找一些方法去治理地方 很多人都會知道魏惠王就是這樣 就去到魏國 而魏惠王呢 也都好話不好聽 就去到郊外迎接他們 就代為上賓 就問一下他們怎樣治國之道 而當時有一個… 又說頭一轉 當時呢 周朝的夏陽城有一個地方 叫做鬼谷 那裡的山很優靜 沒有什麼人去 有鬼的 就住了一個忍者 就叫做鬼谷子 聽過這個名字 對 相傳他們姓王的 那裡人就叫做鬼谷先生 他也有鬼谷子 這個人呢 是上通天理 下通地理 上通天文 相傳它是新鮮的 人有幾門學文 哪幾門呢? 一個是數學 數學的意思不是一皆一等於二 就是日月星象 通常數學都會跟天文地理 尖掛複翼那類 即是關於上天的東西 所以尖掛的東西通常都很靈 第二就是兵學六韜三五略 變化無窮行軍暴陣 第二就是遊學 學學廣記多文 看清形勢教你言辭 即是遊說之學 第二有一種 第四種就是出世學 就是教你調養真性 就怎樣吃東西 怎樣什麼 卻病延年 遲些就可以升仙 這些東西 偶然就進到城市幫人尖掛 但是都很靈 漸漸有人就去 霧其名 就去拜祭他門下 而這個鬼谷先生 他只是看這個泥球學的人 資質是怎樣 他的個性近哪一家學問 就把那一種學問教給他 這個鬼谷先生其實也挺聰明的 你可以說是 因才師教 不是說進來一定要先學占卜 學完占卜又學什麼 你是那類人 由頭粉臉的 我就教你游學 我教你兵書有鬼用嗎 我教你成仙知道你也是廢的 你根本都不是那類人 是不是 嗯 他本來想訓練多些人才 就去幫助這七個國家 而來就 住在 訪求一些有先則的人 導他們升仙 他就有很多學生 你喜歡誰來 他就收 誰說不學就走了 他也不追究 也不理你 當時他就有幾個有名的學生 第一個就是齊仁宣賓 藝仁鵬 張儀 洛陽仁蘇 宣賓這個賓字 就是賓客的賓沒有玉字邊 宣賓是否沒有腳 後來才有說到沒有腳 本來他是賓客的賓字 即是沒有玉字邊 所謂玉字邊 你們現在看上去就是一個月字邊 因為那個月字最底的一畫 不是一畫 是一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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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 就自己以为自己很能够 忽然有一天 他出去担水 拿水喝 走到山下听到有人说 魏国用出很高的价钱 请一些盐财 找一些账上之财 旁娟心动 于是想跟鬼谷子持行下山去艺国 但是又怕鬼谷子不肯 于是在那里懦乱 又想说又不说 鬼谷子看到他的情况 一早知道他的意思 就笑笑口跟旁娟说 你的时运现在已经到了 为什么你不下山去寻访富贵呢 旁娟听到鬼谷子这么说 就正中下坏了 就跪下来跟他说 我正是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的行程 可否得志呢 鬼谷子就跟他说 你去山那里摘一枝花斑 我帮你尖一下 那旁娟就出了山出面 在山里到处去找那些野花 但是当时就是六月 既历六月 就是现在七八月 那些花都差不多过开了 找也都找不到 旁娟就周围转 找了多久呢 只找到一棵草花 连根拔起了 想着回去交给师傅 忽然间就想着 这棵草花的体质这么弱 我怕没什么大作为 丢下了 又回去找了一轮 又奇怪 一朵花都没有 只为有回转身 把先前摘那棵草花 收起 就收在一棵草那里 回到去见鬼谷子 就跟他说 山里找不到花 鬼谷子就说 既然没有花 那你的衣袖里收了什么 旁娟就不能够抵赖 于是乎就拿出来 给鬼谷子 这棵草花 因为被旁娟拔了出来 又放在那里 晒了一轮 那已经差不多半顾位了 鬼谷子就说 你知不知道这棵草花叫什么名字 这棵草花叫马兜灵 一开就开十二棵草花 马兜灵是一个药名 也是不懂的 一种草药叫做马兜灵 一开就开十二棵草花 就是认识了你富贵的年数 你既然在鬼谷这里拔了它 它又因为被日光晒到半顾位 所以鬼字旁加个位字 你的出身地一定是魏国 那旁娟当然是 你又知道我打算去魏国 然后鬼谷子又说 但是你不应该骗我 你第二天一定因为骗人而被人骗回的 你要小心 然后再说一句 风水佬就骗你十年八年 连我呢 他就立即骗眼部的 喂 他说他十二年 十年八年也骗你十二年了 这个世界有谁不是 因为你骗人 别人又骗你 是的 然后鬼谷子就跟旁娟说 现在我送八个字给你 你要记住 就是 欲阳而荣 欲马而卒 那旁娟呢 就再拜 走 那我一定会记得的 那不书生 就是会写在腰带那里 写在三袖那里 就记得这个故事 一直是记住他 这些东西 就是以后见到那些姓羊姓马 就小心一点 欲阳而荣 是的 欲阳 就是见到那些羊 我会把达了 是的 欲马 你就会死了 是的 那 那林霞那时呢 那孙斌呢 就送他下沙 旁娟就说 我和你有八大之交 说大话的 我就死在万箭之下 孙斌说 那就多谢你了 那你洗什么 勒得这么重 就洗 于是乎两个就道别而去 是 孙斌回到去呢 那 那 鬼谷子见到他有 曾经哭过 他就说 他就说 你是不是叹色 旁娟 去了 走了呢 他就说 孙斌说 我们两个同学有很多情愿 怎么能够不可惜呢 那 鬼谷子就说 你说旁娟这个人才 可不可以做大仗呢 孙斌说 你教了他这么久怎么不可以呢 鬼谷子说 我没教完他 没教完他 孙斌就很奇怪 就问你为什么 鬼谷子就没再说话 又过了几天就跟那些学生说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很多老鼠在这儿走来走去 坐着睡不着 你们轮廊找个人来吃东西 帮我把老鼠趕走 个个都听话 当一晚就轮到孙斌当席的时候 鬼谷子就在枕头之下 拿了一卷书出来跟孙斌说 这卷书就是你的祖父辈孙子 他的兵法 十三篇 以前呢 以前呢 你孙子呢 就将你献了给吴王 蓋磊 蓋磊就用了他的方法 就大破楚国 后来呢 后来呢 蓋磊因为很喜欢这本书 就不想广泉 所以呢 就用这个 就收起了他 后来呢 就因为呢 就因为呢 因为经过战火呢 就 这本书就失了 但是我和孙子有交情 我就拿到这本书 我亦都亲自做过注释 所有行军的心得 全部都在这里 我未教过人 现在我见到你 心术忠厚 所以传给你 孙斌就说 我从小就失去父母 又遭遇国家多幻 宗族又散离 虽然我知道我祖父孙子有这本书 实在都没读过 既然 在我老师 你现在有解释的 为什么你又不传给旁娟呢 而 只是传给我呢 鬼谷子就说 得到这本书的人 如果可以善用他的 就是可以为天下之利 不懂得利用他的 就是为天下之海 旁娟这个人 我怎能轻易传给他呢 孙斌就拿了这本书 回到他的房子 日夜在这里读 三日之后 鬼谷子就向孙斌拿回那本书 孙斌在咒里拿出来 交给鬼谷子 那鬼谷子就逐篇去问孙斌 孙斌都可以对答如流一词不留 那鬼谷子当然很开心 时间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啊 我们今天到这里 我在看田技出场就很精彩了 什么 田技 对啊 赛马那些 好啦 下集继续见 拜拜 多谢你收听Only One Radio的节目 想知道更加多的节目内容 又或者收听其他节目 请即刻登入 我们的Facebook 三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资讯 请即刻登入我们的Facebook 网址是 三w.facebook.com 斜滑 Only One RadioHK